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兰花就有花咬私讯问 为什么自家养殖的兰花总是发芽的少呢?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兰花发芽的少的因素有非常多 有光照不足或者是吸水严重 还有就是它的生长点受损了 这样是最容易导致它发出的新芽少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使用两招就能让你的兰花快速的冒出新芽 那么是哪两招呢? 第一招也就是要给它适当的光照 当我们的兰花开环花之后 一定要把残花给它修剪掉 这样就会避免过度的消耗养分 花后要及时的给它补充养分 像我这颗兰花最常用到的养分 也就是像这种兰科专用营养液 既可以给它促进生长 又可以给它补充一些微量元素 因为它是一种微生物有积肥 我们给它适用在微生物的作用上 这个盆土里面的有脂质还有腐脂质 都会快速的分解出 只要给它修剪一个星期左右 给它补充养分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进入生长阶段 就会冒出新芽多多 第二招也就是我们给它 使用一些吹芽肥 为什么要给它使用吹芽肥呢? 也就是兰花的甲铃茎 都会有多个可以发芽的生长点 为了使用那些懒舵的生长点复苏发芽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些蓝菌王 这种蓝菌王它是可以增强聚发因子 从而提高兰花的吸收能力 增强生根能力 还有提高发芽力 就算我们的兰花长出一些新芽 也可以有效的壮苗 像我这一颗兰花呢 它冒出的新芽非常多 而且也是非常粗壮的 也就是每七到十天给它使用一次蓝菌王 这样才能使它的新芽长得多 而且长得壮实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也就是1比500的比例 只要兼其使用 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一次性给它浇透 也可以用来喷撒叶面 这样盆土里面的有益塑料就会增多 那么这个极竹就会长得旺盛 叶片更加油力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